大家好 我是撞球天后柳姓梅 我最擅长的球员应该是冲球 还有一些干法都比较清楚 以前都是跟男生比赛 一直看一直学 一直看一直学 不会的就是问 我印象当中就是张铭熊 熊哥 帮我取的这个绰号 因为我觉得怎么会这个绰号呢 后来他有解释给我听 就是说因为我那几年的成绩都还不错 所以他帮我取的这个撞球天后的名称 应该是在1999年 西班牙那场世界杯的比赛 那场跟Ellison打 他的稳定性比我好太多了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设定 我要吃到多少局数我就算赢了 后来打到最后我就觉得我有机会 后来就越来越... 那个过程真的是很刺激 其实我的印象真的蛮深刻的 现在就出一个嘴巴 就这棵怎么走 这棵怎么打 但是这今年来讲有... 因为我是有邀请我们这些几个比较好的明星来打这个比赛 所以我最近又开始在...积极地在练球 其实我像我到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撞球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兴趣 对 因为我看到球我手会痒 不打又不行 既然讲天后他第一个就是在攻守方面一定是绝对有过人之处 那阿美姐我觉得他最让我个人还有球迷所津津乐道的地方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他的那种奋战的...奋战的那种斗志 另外一个他在球路方面他球很黏 就他在那个...如果他攻肩力不顺的时候 他在防守上 还有包括在截球上 在女子选手来讲的话 他是属于世界顶尖的 球很黏 然后斗志又不够 这是阿美姐我个人非常欣赏的几个地方 大家好 我是撞球天后有幸福 2020逐渐撞球明星邀请赛跨世代对决 精彩在线就在博师无限二台